在英文 基本的對話可以 但是你要我再更深入的 好像什麼conversation 就是對話 沒有辦法很順暢 所以我在想說 公司本來是有接到美國的case 藉由這次機會 好一些英文我可以自己出去旅遊 或者是說我剛好公司 如果有這個機會外派我 去美國工作 那說不定這個東西我就會把我自己的 語文更提升 學習就是單次學習 你就會忘記也就是我選擇 課程的原因如果每天有時間 花個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真的還不錯的 上了課程大概在100 大概50幾堂花100堂很多 其實我覺得真的有一個 好處聽的部分 以前可能聽得懂一兩成 然後看來 五六成大概知道說 就是那個轉化的速度會比較快 這個是我覺得上了課程之後 讓我覺得最大的好處是這個 所以我商業應用啊 所以有時候看影集的時候我就發現 聽力跟理解 轉化的時間變快了 一開始學 第一個月第二個月的時候 我覺得科普通師 我覺得這種還不錯耶 你們可以上去看看 但是它是需要有利益的 我覺得因為你畢竟是聽說讀解 你要 比如說要四次的啦 不管簡單還是困難 其實都是一樣 比較多的話 比較簡單一點的 或者是說 這個東西是比較涉及商業的 比較困難的 不管怎麼樣就是 它一樣就是要四次 要花時間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 學習的方式 因為很多課程都是那種 我線上老師跟你排課有沒有 然後外部老師其實也是可以 那也是更加強於宜盡的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時間的話 你就會被綁住 所以我就會跟他們說 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試試啊 如果有自己的時間的話 這樣子也是不錯的